自同盟军占领老街后,对白锁城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却发现仅仅留下了值钱的金丝楠木家具,同时发现白锁城给彭德仁的一封信,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这封信上说,首先金丝楠木家具很贵重,不要弄坏了,看护好,也不能卖掉或拉走。 其次,老街会一直姓白,不会姓彭。白锁城他早晚会回来的,彭德仁尽快等着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再者,白锁城会到红颜香拜访彭德仁,要好酒好菜接待。白锁城之所以这样愤怒。 原因是前几天他的祖坟被人挖了,白锁城还表示,万不得已的时候,会拉响炸药包,让老街玉食聚坟,老街将草木不存。 并表示,这些炸药包分别放在老街的不同地方,但不会透露具体的位置。 现在同盟军已经完全占领国感全境,可惜白锁城已经被中国警方通缉,被抓住是早晚的事,事已至此。 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再对出更多的怨言也毫无意义。 据小道消息在6日那天,白锁城方面的代表曾在昆明与中方及同盟军方面代表进行会谈,白方代表有恃无恐。 大有鱼死网破之势,可惜大事晚矣。 彭德仁入驻老街最大的考验,是白锁城的反扑报复。 彭德仁将军率同盟军经过了与白锁城等电炸家族缅甸政府军持续半年多的战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吞吞明准将率3000政府军投降同盟军,彭德仁扫清了国感最后的障碍,顺利占领和管理了国感老街地区。 彭德仁将军也成了新一代名副其实的国感王,与此同时在彭德仁有条不紊的重建,恢复老街的思绪发展老街的民生与经济时。 为了更大的报复和目标彭德仁将军乘胜攻打蜡树,力图扩大同盟军的影响和地盘。 彭德仁将军的魄力和气势以及国感的性格,雷厉风行的手段,甚至让很多人都认为他会从国感王走向缅甸王。 然而就在彭德仁一路凯歌胜利时,有消息称,他在国感老街的统治将会受到白锁城的反扑和报复。 彭德仁攻占国感老街时白锁城如丧家之犬逃离了他在老街的老巢白家九方,在同盟军进入白家九方时收到了白锁城逃离时留给彭德仁将军的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大致有三点内容,白锁城在信中指出他家中的红木家具非常珍贵,不要破坏损伤,同时警告国感老街一定不会属于彭德仁将军,他白锁城将会卷土重来重新占领国感老街,回归其老巢白家九方别墅。 二,白锁城还在信中指出他在逃离老街之前布置了很多炸药,如果他得不到老街,宁愿将老街炸掉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尤其是无人知道他布置的炸药在何处位置,更不知白锁说所言是否属实。 三,白锁城在信中威胁彭德仁将军。 他将去彭德仁将军的老家红颜香问候,言下之意将会在彭德仁将军的老家大后方进行破坏,据说近日彭德仁将军老家的祖坟遭到破坏,看来白锁城已经付诸行动,跟彭德仁将军叫板抗衡到底了。 搜捕白锁城等被通缉10人。 最新消息称,果敢同盟军已经组建了6支搜捕队,共计300多人,带着搜捕犬和精密仪器在老街展开了全程大搜捕行动,整个行动预计会持续三个半月,即100多天。 同盟军方面透露,截至目前,包括白锁城、魏老三、刘阿宝在内的10名被通缉的电炸头目仍然处于失踪状态。 不过,同盟军方面称,只要他们还在老街,还在果敢,同盟军都会活捉他们一个不漏,从同盟军透露的消息可以看出,包括白锁城、魏老三、刘阿宝在内的果敢四大家族主要成员至今仍在逃。 在炸老街,免军假意投降,真实意图是转移兵力,支援蜡须。 1月9号下午,免军对老街东城进行了轰炸,目前伤亡未明。 这给老街的安全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时,同盟军已离开老街前往蜡须增援德昂军,留在老街的兵力不多。 为什么免军会再次轰炸老街? 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免军在与同盟军的第三次谈判中,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据消息人士透露,免军在老街全面投降后,双方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即从1月7号到9号这三天时间里,今天是和谈的最后一天,免军轰炸老街,说明谈判结束且双方未取得共识,免军无法满足三兄弟的要求。 因此免军气上心头,对同盟军展开警示性报复,意再告诉同盟军,别以为老街是你的了,我随时可以重新回来,让老街变为一座废墟。 第二,为了报复同盟军占领木帮及护板氏。 同盟军在免军投降后,占领木板氏,并将其送还瓦帮。 同时,1月7号同盟军攻克了免军位于木帮县的十六野战旅,成功收复木帮故地。 这些进攻激怒了敏昂来,因此敏昂来下令恢复对老街的空中轰炸。 第三,免军的投降是假的,真实意图是转移老街兵力,支援辣须战场。 老街和辣须的战局都对免军不利,同盟军对南天门和米线沟围攻,免军支援跟不上,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联军不断攻克辣须周边的城池,对辣须已完全合围之势。 老街和辣都非常危急的状态,两边都无法进行有效的人员及武器弹药等增援。 因此免军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保哪个地方? 老街弹丸之地,辣须不管从面积、经济、军事上都是老街无法比的。 两拳向害取其轻,因此自然是想到要保辣须。 因此,免昂来让老街的免军投降。 顺便提出将免军运送至辣须的要求。 同盟军自然愿意答应,可以兵补雪刃拿下老街过年,岂不美哉。 于是就出现了老街免军投降,几千兵力被运送辣须战场的那一幕。 这是免昂来以老街投降为代价,达到增兵辣须的目标。 以确保辣须有足够的守卫能力。 换取辣须战场上更大的主动权。 免昂来重申将举行大选。 据媒体报道, 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尼昂来日前在会见,缅甸注册政党领袖时称, 军政府即将展开工作,以确保大选准确和公平, 使得合格选民不会丧失选举权利。 他进一步声称,军政府的最终愿景是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以便将治理国家的责任,移交给赢得选举的政党。 免昂来呼吁所有政党的党员,必须由衷支持所属政党和民主制度, 所有人都必须团结起来,打造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 免昂来在讲话中还罕见剖析,最近缅北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 他认为,这是使用恐怖主义,而非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导致的, 并承诺将和平解决所有争议政策,重申通过举行大选还政于民。 免昂来做出这番表态之时, 我副外长孙卫东刚结束为期三天的访免之旅, 访问缅甸期间,孙卫东副外长分别与缅甸副外长轮屋进行磋商, 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免昂来举行会见, 双方就中缅关系和缅北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综上所述,对于中方提出的所有要求, 缅方都给予了积极回应,如今。 缅甸来还总结缅甸内乱的原因, 相当于反思了军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的不足之处, 其和平解决所有争议的政策, 以及举行大选还政于民的表态, 是有意修补军政府上台后处理缅甸政局和对外关系的漏洞。 要知道,缅军在2021年发动政变, 从民选政府中夺取政权后, 曾宣布缅甸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尽管缅昂来之前也曾声称将举行大选, 让出权力, 随后却以国家还未恢复正常状态为由, 宣布继续延长紧急状态, 让国家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为军政府持续把持权力制造合理性。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 孙魏东副外长访问缅甸的第一天,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苏温就表示, 军政府会如期在今年内进行全国普查, 人口普查完成后, 将建立选民名册和生物识别数据库, 为举行大选做好准备, 缅甸局势未来走向如何, 还有待观察, 但军政府至少愿意向前迈出一大步, 让缅甸人民能够看到和平发展的曙光, 中缅关系发展也将步入新阶段。